桃園市議員黃家綺指出桃園市中路重劃區路寬 打車又多卻有許多路口 沒有交通耗製導致車禍頻傳 因此在議會上要求交通局盤點 該區域交通耗製需求跟改善 因為沒有設紅衛燈經常發生車禍 尤其是附近的工地多 大型的那種貨車煞車車在進出轉彎的時候 容易看不清楚後照鏡 還有大型的停車場在周邊 該處都是公園 很多騎腳踏車的小孩 以及拿拐杖的老人過馬路的時候 萬一被撞到形式後果看設想 就像明明有在那邊交通過方 應該也蠻瞭解 那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路口耗製 我覺得應該是要整體的建設 蠻齊全的 議員表示之前也曾請交通局 討論是否能裝設行人 專用耗製架狀觸動式指示按鈕 但當時已已有警告標示 再次回覆不許加裝 他都決回應會再做滾動式調整 是這樣 那個跟議員說報告好啊 是 那個個案的部分喔 我想會用個案來檢討 好 那個地方如果有這個需求 我們會來處理 好 那第二個是因為中路重化區有些地方 議員說對這個區域區塊很注意 包括之前那個地方排那一帶的這個維持性 還有中路重化區這邊也通常在分數 那這一個這個部分內有時候 他社區一個一個結構一個結構 還沒有緩緩緩緩的發展出來 所以我們會來把它個案檢討 目前沒必要不見得 未來沒必要 我們會做不公式的檢討 特工局表示路口耗製個案 如果民眾有需求就會裝設 現階段中路地區的街庫跟社區尚未成形 交通流量未達標 但後續會按照實際狀況調整 記得來我一頭人報導